家里面大米饭做多了呀 不要着急 像李厨这样做啊 不但盐质高 而且啊还特别的香脆 首先呢准备好下饭的三豆角片肉末 还有一碗大米饭 大米饭呢 我们给它加入少许的盐做底味 再来点玉米淀粉啊 可以起到杂串的锅吧 不容易散 而且啊还特别的香脆 把玉米淀粉跟大米饭拌均匀 先放一放备用 接下来呀我们起锅烧油 下入我们几天准备好的肉末 用小火呀把肉末炒至断生 再来点姜蒜末给它炒香 再把酸豆角给它倒进去 再把酸豆角跟肉末啊 一起给它翻炒出香味 调味呢给它来少许的蚝油 鸡精味精给白糖 再给它来点辣鲜肉 翻炒一下增加它的辣鲜味 出锅前呀给它来点葱花 翻炒均匀啊先放一防备用 接下来呀关键点来了 我们要把锅给它烧烫滑一下油 这样啊所以防止我们在炸锅巴的时候 它粘锅 把滑锅的油呢给它倒出来 再给它来点菜籽油 用菜籽油煎锅巴呀颜色会更加的金黄 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大米饭给它倒进去 再用手勺呀给它铺平 铺平的大米饭呢我们再用勺子去拍打一下它 这样炸出来的锅巴呀会更加的紧实 用小火呀慢慢给它煎制 煎制的过程中呢我们要给它晃动一下锅 这样啊不仅可以让它受到均匀 而且呢还可以防止它粘锅 这个过程啊大概要四分钟左右 当我们发现锅边的大米饭开始卷起来 底部金黄的时候我们给它打入一个母鸡蛋 再用勺子给它打散均匀的铺在米饭上面 再继续用小火给它煎制一分钟 发现鸡蛋上面呀开始定型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来一个大翻锅 翻过来以后啊我们再用小火给它煎制一分钟左右啊 鸡蛋就熟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给它翻过来让鸡蛋炒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鸡蛋呀看起来特别的金黄有食欲 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给锅巴改刀 先给它一开为四再四开为八 底下垫一个花鞭子再给它漂亮的摆在盘中 接下来呀就进入尾声了 把我们提前炒好的下饭菜浇在锅巴的中间 看到这里的朋友啊马上给小李来一个免费的装机 也可以去小李的嘴巴辣巴辣 有很多好吃的 关注我呀 总有一道适合您 外脆里香 喜欢吃大米饭的朋友啊 一定要试试 味道一定不会让你失望